他一定很慎重的给你一个最好的 对你最帮助了 那你要这样去问 所以我刚刚讲了 各位我麻烦各位有时间去报复 请问你的福德之良 佛陀是一百分 你几分 请问你的智慧之良 佛陀一百分 你几分 及格没有 你找到你的答案了 然后你说 哇 那我一定要精进 最好你再报复 佛啊 我这辈子死了 会下地狱吗 还是做恶鬼 因为但是这一点你要有信心 报复也好 像我是数炼猪 我们用炼猪数 或是用炼猪转 也可以问事情 但重点是 你要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 就是说 你要相信那是佛的引导 因为你有个正念 你不是一个迷信 那你要跟佛怎么沟通都没关系 甚至我们以前老和尚都是用做梦的方法 什么叫做梦 我们这个寺庙要拆 要盖 这个可不可以 然后他就会跪在佛前 佛在梦中给我说 这七天之内 如果我做到好的梦 代表说这个事情该做 如果我这七天做到不好的梦 那我这个事情要重新考虑 老菩萨就用这个 老和尚用这个样子 然后这样去观察梦境 甚至有些人会打坐 已经打坐到可以观湖底 那个湖 从湖里面去观 看到瑞相 哇这个事情是对的 这个事情判断是对的 你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 但是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跟佛菩萨沟通 要知道吗 这是你自己的 而不是透过别人 透过别人搞不好你给他骗 因为你要练习自己的这种 直接面对佛陀 为什么 佛本来就存在 只是我们没有这个佛眼就看到 对不对 那你提醒佛陀 佛陀一定下来 只是你愿意虔诚 那我先念一千次地藏王菩萨 我送完一部地藏经 那我做忏悔 然后我来请求地藏王菩萨加持 那可以 我念二十一遍 观音菩萨的名号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年般 观世音菩萨摩合沙 玄奘法师这一套 玄奘法师叫观音卦 他每一个动作 他要齐请观音菩萨加 为什么 因为他取经回来 是为众生不是为他自己 他要到最适当的点 怎么去走 那这一点如果 这个很重要 念一下 信仰的力量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信仰的力量 你每天跟佛菩萨在一起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 很多老人家有这个力量 你跟这个老菩萨说 老菩萨 我带你去哪里哪里 等一下 担背 台湾的老比丘尼亚 我去问一下 OK 可以 观音菩萨说OK 他就很有信心 死了他都甘心 因为古时候的祖师 大德也是 这个人要找他出家 No 我帮你免归 请示佛菩萨 你可不可以 不是我说可以的 对不对 他依教风行 而且他帮你免归 不是找他出家 他就会问 你跟谁出家适合 因为你想出家是对的 但是不见得我跟你有缘 谁是教育你最好的方法 他们有这个信仰的力量 那这样以后呢 这个是现今社会比较缺的 为什么现在佛教这么流行 佛教知识这么流行 但是有信仰力的就薄弱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力量不够 用知识来看待一切 不然各位就要有很有福报 就是说你碰到像我一样 我真的碰到善知识 我这些善知识很多还活着 他们随时可以给我一个 当我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透过别人打到电话 我都不好意思打电话 他们马上给我一个答案 我马上OK 我都依教奉行了 我不会改变 那对我帮助很大 不然就是各位 你要在佛菩萨面前 很虔诚的这样做 所以我看到宝华师 我这次还学到了 我们在台湾 一碰分的好开 还要去捡很麻烦 他们两个绑了一条线 又不会分开 他们两个碰中间穿个洞 一条红线 都在面前 就拿起来 也不会乱跳 我们跳到床下 还爬进去找那个碰 他们各有奇妙的方法 听说马来西亚更厉害 线绑了还有一个竹子 啪啦啪啦连跳都不会跳 对不对 胳都不会跑 但是 但是这个看起来很迷信 但是这个事实上不是 成虔诚的心 你就可以知道 佛菩萨要说什么 所以 你在做宝贝也好 算念珠也好 打挂也好 你要很虔诚 你很虔诚把自己交给佛菩萨 提醒佛菩萨 那个准确度你自己都会怕 为什么 因为佛菩萨也好讲 对不对 然后你一定要依教奉行 所以你会很慎重 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宝贝才这么慎重 各位在念佛 诵经 做任何一个点灯 这一点我佩服藏传佛教 我这个人并不是属于藏传佛教 我只是觉得他们在点一个灯的时候 还要念老半天 要擦干净 弄了老半天 然后呢 才点一个灯 然后嘴巴要呜呜呜起来这样 那我只是看到他们 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慎重 像我们在写牌位都很简单 我们写牌位就是这样 写一张就算了 那我跟几个老法师在写牌位 他们还要贴三块布 为什么 给他衣服穿 三块布贴在这边 然后加一个竹子 我说老实上为什么要用竹子 竹子的鬼魂就可以来住在里面 要用竹子贴着 加三块布 让他们有衣服 然后再给他插在那边 因为他们这个传承就是 他绝对相信 这个牌位就是可以让一个 如果他有受苦 他就可以得到衣服 得到这个竹子的安住 对不对 然后呢 竹子是观音菩萨的代表 这叫子竹林 然后呢 我们在给他写牌位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 然后他们还会观 到底有没有来 这样 这个一写在念的时候 有没有来 有来有来得像 没有来也没来得像 有来得像 那当作真的 他归 忏悔 洗澡 灌顶 说法 他说完法以后 怨他去极乐世界 然后就送他去 这样 那对他来讲是一张紙 但是问题是 他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现象 就像一个 一个友情 一个人在他面前 他给他忏悔 进化 改变他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 各位当你在读心经的时候 不要光读给自己听 站在大乘佛教不能为自己 不能说我读心经 心就比较清静一点 当我在念心经 波罗密多心经 再加上你对心经的了解 有了看到真相的智慧 这叫波罗 你就可以波罗密 你就可以脱离轮回 痛苦圆满一切 心它是一个精髓 佛所所讲的精髓叫心经 那你念的时候要很认真 而且这个念很认真的时候 不是念给你自己听 为什么 地狱道 恶鬼道 出生道 这个叫不离众生的 无我的悲心 而且为了你们 我已经发愿要成佛了 所以我现在来为你们 念心经 波罗密多心经 你会很认真 你有一个对境 各位一定要练习好 因为我一直跟马老板说 以后我不在 你负责拿麦克风 我不行 我说世界没有不行的 你要练习 每个人都要练习 敢开车的人 就已经要负责众生的生死了 我到现在还不敢开车了 你载着别人 他生死在你手上 我前面后面的车子都在你手上 对不对 你一弄到后面就一大堆撞死了 你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开车要很专注 对不对 你会生死 所以我有时候常开玩笑 我这个人还真痛苦 每次他们帮我开车开那么快 我真的是在亡命 我又不会开车 但是我在想 我是为了弘法 没关系 玩命吧 因为我有一次在大陆 他们把我开到200 还有一次在去 去北京网上面 那个河北开到180 我真的只能 阿弥陀佛 阿弥陀 没有别人好想 要死也要死好看一点 对不对 你给他讲说 慢一点他就快一点 师父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全身细胞都掉了这样 然后就准备一条最好的炼珠 等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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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为了你三天不上半天 今天才第一天 哇 后面还两天 所以我就把最好的炼珠送给他 心里给他讲再见 然后就搞这个住室 你明天要叫他载我 我就不去你寺庙弘法 师父 那个大老板 为你三天不上班 我说要我命 所以对我来讲 生死都在当下 每天都是如此 但是所以我会很认真 这个不能改 很小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你要把那个情境拉回来 所以我现在在念心经 所以这个跟生死有关系 跟他的生死有关系 我常讲一个比喻 有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些徒弟 在荒郊野外修行 结果当时候的盗匪打劫 杀人放火 结果呢 杀人放火抢不到什么东西 抢到寺庙来了 抢到寺庙来的时候 他们在底下城 杀的时候 所有的出家人就往二楼跑 老和尚在二楼 跑到二楼以后 抢不到东西 他们就开始放火了 那个时候大家就慌了 老和尚就马上想 来念一下 大转法轮 就说坐下来不用跑 因为稳死的还跑 赶快坐下来 一心跟我念经 就开始叭啦叭啦叭啦 开始念了 结果火就烧到 所有的出家人通通烧死 但是因为老和尚射受他们 老和尚念得很大声 大家只好跟着 一直念念念 全部死了 升天的升天 不然就随着老和尚往生净土 没有一个堕落的道了 我比喻这个 念经要这样念 火焰化红莲 因为我们在念经 就关心的地狱道的苦 畜生道的苦 他们现在正在被扒皮 正在被放血 被切 所以你要念经 所以我很期望各位去屠宰场念经 你看到那个牛慢慢在被杀剥 你念不下去的 但是你一定要念 因为你不念 因为你救不了他的 没办法 你救得了前面一支 后面还是在杀 你没有这么多钱 他每天要杀多少 但是你不能停 你就一直这样念 所以我们什么叫菩提心呢 就是片刻不离大悲心 片刻不离众生苦的大悲心 这是一个基本 所以要这样去感受到众生苦 所以我现在要念佛 我现在为他们诵经念大悲众 千万不要把佛法当作按摩 心灵按摩 现在心情不好 打坐打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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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你太逍遥了 逍遥法外 在法之外 你这个佛法 我们听到了 刚刚讲了 一手拉了众生苦 一手踏在地狱 一脚踏在天堂 因为我们是那个中间媒介者 我们必须把极乐世界踏在净土的力量 透过你去帮助他 所以这个叫菩萨 菩萨就是一个 譬如说一个现场火灾 你跑出来了 等你跑到门口才发觉 你的妈妈小孩都在里面 你不能跑 你只能再走回去 你可以逃离现场 但是妈妈小孩在里面 这个就是菩萨的心态 你必须要关心了他们的苦 但是你心里必须安住在佛的空性 无我 然后去救苦救难 所以我今天这么说 什么叫菩萨 把自己永恒的生命奉献给众生 供养给佛陀 这个叫发菩提心 当然我们可能现在做不到 但是各位要祈愿 从心里这么做 你现在叫你挖眼睛不敢挖 但是我希望各位有时候坐在那边 挖眼睛OK 挖眼睛OK 这样 你要一直想这个叫观想 因为你执着你的肉体 执着太久了 你执着你的地位 执着你的家庭 执着你的爱情太久了 所以你很爱你老公 然后你没有他不行 那这样对你不好 你要开始观想 我的老公送给小三小四小五 他们晚上跟他睡觉 OK 想的就好 但是想久以后 奇怪 你那个念头执着就不见了 为什么 这个叫对峙法 你必须用法来对峙 不然你被卡死了 卡死这个钢墙南斧的这种执着 那你改变不了 现在活生生你就改变不了 哪一天生病要走改变得了吗 改变不了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是一点都不困难 这个叫大力 阿弥陀佛的大力量百分之一百 为什么很多人去不了 放不下 没有练习 所以各位要念死 什么叫念死 每天晚上睡觉就要躺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死了 你要放下 那你才会开智慧 为什么 因为你放下会看得更远 你一直执着那个事情 你去处理会越处理越复杂 越处理越没效率 你必须客观来处理 一个将死之人啊 讲话都是真的 所以 为什么没智慧 因为你执着所以没智慧 为什么开智慧 因为你放下所以开智慧 看得远 所以各位要念死 那放下最好的方法 就是念佛 念法 念身 那你要让自己念心经 念普门品 念大悲咒 念阿弥陀佛都可以 那你要进入那个境界 叫三昧 就是很专心 很专心 至少每天20分钟很专心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现在这个科技时代 我们没办法七天很专心 但是至少每天10分钟很专心 对不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就像我昨天带各位念 阿弥陀佛 观想他们脱离六道 再念阿弥陀佛 观想他们去极乐世界 各位每天都要念习 然后为了要让他们去消灾严寿 所以我为他们念了钥匙佛 点了灯 做了一些善业功德 最大的功德 来 随喜功德 所以各位现在网路要打开 哪个地方再办放生 再遇佛 你都要看到那个相片 现在非常好 相片都有 甚至还有即时的 就像我们讲直播的 对不对 直播的 所以我经常播泰国人在诵经 缅甸人在诵经 他们在梯渡 绕大金塔 所以我每个地方都故意去 因为我去了以后 我会把那个景象 永远放在我心里 我现在就在绕大金塔 我现在就在菩提盖 我现在就在参加这个大法会 我现在就在参加这个粮黄饱铲 然后我融入在这个 这个功德海里面 让自己习惯 然后我这个功德呢 我边这样融入 因为这边需要我 我们变成一个吸血管 这个人缺血 我们去捐血过来 透过自己把血输给对方 自己不留半滴 对不对 我叫空性 念一下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这个叫归三宝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佛就是菩提心 完全得到佛的功德 念法就是无我的空性 你空 你才可以把佛人的力量 念身 大悲心 去帮助他们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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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